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被迫放弃了这次机会 有人说暴雨当天正是雨神肖敬腾出道整整七年之日 传说中肖敬腾去年去北京也是开了一场演唱会 当然也给北京带来了一场不速之雨 可以说雨神去到哪里就下雨向而不停 看来非洲那些缺水的国度 请把雨神肖敬腾请到你们国家去降降雨 来看一下本周大雨过后我们有哪些精彩内容 深圳遭遇08年以来最大暴雨 网民惊呼 独不出户便能看海了 天上掉下饼 澳洲还真有 墨尔本一家餐厅出奇的售卖方式叫人好奇 仿生机器人行动诡异搞笑 网友真相模仿让人哭笑不得 台湾巴斯时机热情过度 不仅有礼貌的问乘客 下车还千叮万筑呢 在早前北京被大雨考验过后 深圳的前两天也被大雨折磨了一番 小伙伴们都说快来深圳看海吧 这是2014年深圳的第一场海 早前在香港九楼堂的商场是惊陷了水帘洞 这次深圳该不会又有看到什么奇景了吧 清明时节 雨纷纷 可这清明都过去一个多月了 华南地区的雨却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母亲节当天 深圳又给各位送上了一份大礼 想看黄河的奔腾吗 想欣赏暴徒泉的独特吗 想知道瀑布直下的壮观吗 今年只要来深圳 24小时惊喜不断 这场近六年来最强的特大暴雨 由于降雨量大 持续的时间长 让室内不少地方积水了 网友又PO出了那句老话 来看海 有同学轻易绵绵地说 我住的城市下雨 你问我有没有带伞 我急忙说有 因为我怕你担心 可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伞而是船 汽车全被咽的时候 大深圳人民发挥了崇高的自我娱乐精神 比如你看这几位大叔 居然摆开阵势来捕鱼了 还有远远地从机场里传来 各位旅客 我们抱歉地通知您 由于天气原因 所有进出港的航班被迫延误以及取消 看来只能返航了呗 深圳距离香港就一桥之隔 但是有朋友就说香港这边是风平浪静 而深圳却是狂风骤雨 怎么可能呢 难道一国两制连天气都有这么大的区别吗 继续来说深圳 最近深圳某电视台可以说推出了一档大胆又超尺度的真人秀节目 这档节目讲述的是几位母亲在医院里的真实分娩过程 在手术间上是装上了几部固定的摄像机来捕捉每一个细节 包括母亲分娩当中的痛苦的表情 以及丈夫握紧孩子妈妈的手给予鼓励的这样的一个瞬间 孩子出生可以说那一刻是激动的喜悦 非常开心等等等等 不过在网路上对于这样一档新的节目形式 可以说是褒贬不一 那有人就说了 这样的节目非常的重口味 让很多女性看了可以说非常的恐惧生孩子了 那当然也有人看到觉得这个母亲非常的伟大 甚至有人看了立即和小三分手了 回到了老婆的身边 也不知道这个文章先生有没有看这个节目呢 说到母亲了 必须再提一提才过去的母亲节 好多朋友都在网上发出了各种转发 对母亲的祝福 当然也有孩子呢为母亲是送上了一束康乃星 不过有人说啊 只要一句妈妈您辛苦了 就已经足够让母亲感动流泪了 网络上呢有这样一个孩子 在母亲节就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 不过得到的呀 却是这样的回复 最早的母亲节起源于希腊 本来是对女神表达崇拜的庆祝圣典 而现代的母亲节则是由美国贾维斯母女倡导集推动的 时至今日 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为母亲送上一束康乃星 已经成为很多人感恩悠悠此母亲的一种表达方式 很多母亲就说 相比物质上的礼物 她们更期待的是子女的一句贴心话 这波不少学校也展开一些活动 鼓励学生们大声说出对母亲的爱 这些小大人们对着电话居然全红了眼眶 电话另一边的妈妈如果看到 一定会感动不已吧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走温情路线 原本温馨满满的说爱行动 也能变成笑翻全场的一段对话 比如这位腼腆的男生 鼓起勇气向妈妈送上祝福 不过得到的回应却是 七天快上了啊 她干嘛 我最说我爱你了 突如其来的一句骂 消翻了所有的在场同学 还好这个尴尬的儿子 赶紧帮她的妈妈打圆吵 声明平常她们母子对话可没那么粗鲁 不过自己和老妈在别人看来 倒其实真像哥俩一样 这段让人蓬富的视频爆红网络 有网友就表示 很羡慕片中母子哥们一般的关系 也有网友说 这一定是平时不怎么跟妈妈撒娇 偶尔肉麻一下 难怪会有这样惊人的回答 妈 进入五月 网络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 庆祝母亲节活动 很多网友都用自己的方式 表达着爱意 也祝福可敬可爱的妈妈们 今日快乐 感谢天下所有的母亲 可怜天下父母亲 不过也别光这谢着妈妈 爸爸也是非常的辛苦 虽然在家通常都是 妈 饭做好了没 妈 我的东西怎么又不见了 妈 我那个衣服有没有帮我洗 好不容易问你去爸爸 爸爸却说问你妈去 是吧 这就是对比 当然在这里也是要谢谢我们的父亲 这就是生活嘛 我们都懂 不过说到生活 中国最近是评选出了 全国最宜居住的城市 那前三角分别是珠海 以及香港 还有我们的这个海口 很显然这几个城市 都是海滨城市 那因此环境好 当然是没话说了 不过当中的香港 排上了宜居城市榜 不免就引发了一些疑问 香港的平均一个月工资 能买上一平方吗 楼价那么贵 怎么称得上是宜居城市呢 不过我想 这个评选的标准 应该是要各方面的考量 包括呢 这个当地的治安 便捷程度等一系列的因素呢 推选而出 因此啊 多方面看问题才行 想到呢 这个物价呢 虽然非常的贵啊 但是这里的人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努力 去争取自己想要得到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 天上掉馅饼的话呢 可能就要到澳洲才有了 你还想着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吗 哎 还真有这种场景呢 每天墨尔本的某一条街道上都会聚集不少人 他们望向高空 好像在等着什么东西 不过一会儿伴随着人们的欢呼 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小降落伞就从天而降 拆开包装 里面竟然是新鲜出炉的三明治 原来这是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家三明治餐厅 为了节省店铺的租金 这家餐厅还选择了价格相对便宜的七楼店铺 由此想出了空降三明治的宣传策略 消费者在订餐时 要先在Facebook上找到店家的投资地点 然后线上买单 接下来他们只需要按时来到指定的地点 填上掉三明治就行了 为了避免拿错每一个伞包上面都有写着顾客的名字 每个时段都有一批三明治伞兵如约而至 万一他们是偏离了航线 不幸地卡在了窗台或者是被吹到了树上 餐厅还承诺马上重做 保证顾客是无需爬树自取 瞧瞧这一条街敲手起盼的顾客 看来这个空降三明治的策略还是相当的成功呢 这不经营团队就表示 下一站呢 他们正考虑带着三明治伞兵进居纽约呢 看完了以后我还真的相信啊 天上是不会白白掉馅儿饼的 不过呢 希望一网打击能够成为观众朋友的精神粮食 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 如果上天给你一次时光倒流的机会 你会回到哪段日子 你会让哪些事重新来过 28岁的卢多维科就选择了在东京街头漫步 与不同的人擦肩而过 背后相迎却面向离去 或者朝同一个方向行走 但世界只剩下了一张面孔 有时候明明是焦急的等待 一个转身却变成了驻足观望 无比切移 有时忘记了时间空间便忘掉了世界 或者是站在多面镜前 看看折射出的丰富世界 图中遇到好奇的少女 会陪她走一段 这个短片名为TOKYO REVERSE 东京逆行 片中的主角在东京不同的地方漫步 拍摄时主角倒后行走了9个小时 倒转过来就变成了行人倒行 效果真的很奇妙 影片3月4号在法国最近流行的 一个电视台播出 法国观众将这段视频 誉为他们视觉享受上的小革命 卢克维多本人为了让自己的动作 看上去更加自然 也是专门学习了舞蹈 欢迎回来一网打进 最近印度在大选作为亚洲民主的国度 也是劳动力很强的国度 人口多 在前段时间我们说过印度的人力摩天轮 接下来咱们要看到的是印度的人力割草机 网友直呼是开了挂吧 印度是一个农业大国 为什么这么厉害 看了下面这段超级联合收割机 你就懂了 就段人力收割机的视频 让网友们都惊呆了 他们还竟然给自己配音 发出了马达一样的响声 效率好像也不赖 有网友说 这样的人力收割机非常节能省电 创意可嘉呀 开挂的印度人民 甚至在搬砖这件事上 也可以打败所有人 一个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你敢不敢再来一个 顶着一米多高的砖头在头上 还能够保持平衡步导 技能值满格 当然 这个是高难度动作 没有特别的功夫 普通人就不要轻易的尝试了 这简直就是反人类反科学嘛 人力已经可以取代电力了 不过我觉得呢 机器来取代人力还是更加的安全 尤其是一些大型的高危工程 使用机器的作业呢 可以更加的有效率 不过随着时代的这个发展呢 人类在研发新一代的机器人 都会刻意的去增加仿生学技术 让这个机器人更像人类更加灵活 但是如果机器人呢 越像人类就会出现一些 意想不到的效果 看一下能不能让你们笑一笑 这是一个普通的袋鼠 而这是超级机器袋鼠 它完全模拟了袋鼠的行走姿势 就连跳跳跳跳跳都这么帅气 看它腿部的电子机键 结合了气体力学弹簧 实在是太可爱了 学好仿生学可是制造机器人的基本功啊 所以目前世界上最闲进的机器人全部都是模仿动物的形象 而最近全球最大的步行机器人就诞生了 哈哈 就是这条喷火巨龙 爬升高长15米高8米 除了喷火以外 它还能够自动行走 不过这条龙的样子就没那么可爱了 不知道会不会吓到小朋友呢 更厉害的还在这里呢 无论是山区还是丛林还是雪地 这个背负四个包裹的机器人 尽管这个步伐嘛 也有一点蛮伤呢 但是还依旧非常的坚持奋力的想前进 哎呀呀呀呀 我要护住 我要护住 哎这小姿是可够美的 哎呀 你干嘛踹我呀 嘿 那在哪里跌倒 咱们就在哪里爬起来嘛 这个机器人的研发团队来自美国 它有个可爱的名字叫做大搞 它的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用于野外军事勘察 相信设计师也没有想到 这段视频居然在网上走红了 有趣的走路姿势 正是隐积了网友的模仿 网友还打扮成了大狗机器人的样子来走路呢 不过前进的样子 可没有机器人那么可爱了 主要的是摔 有摔的 有点太不优美了吧 看来机器人还是完善了 机器人非常的可爱 不过更可爱的还有我们宝岛人民呢 在台湾台中市呢 就有一位巴士司机非常的热情 不仅是呢 用几国语言和上车的乘客打招呼 下车的时候 还会特别的坚定万主 乘客要看路 要小心车 还要孝顺父母 可以说这是观星到家了 不过您见过这样可爱的司机吗 每天开公车会不会很闷呢 这位台中的司机大哥来告诉你 来下一站台中火车头 台中火车头 台中火车头 台中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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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火车站 台中车站 司机开车非常敬业 但是还不忘幽默地倡导工艺 来下一站 台中缺血中心 台中博士中心 台中博士中心 现在有点缺乏 欢迎各位有时间 身体健康的朋友 来踊跃 均取 均取带救人一命 坐上这位大哥的车 要忘记驾车恐怕很难 学生更是收获不小 今天他都是怎样 记忆学生的 考试不要作弊 我也都没有作弊的 所以才会来当司机 开玩笑啦 司机大哥 你万文那么好 肯定不是作弊的 虽然有人说 这样的司机是唠叨了点 但是我觉得是充满爱的 因为中国本来 就是一个礼仪之邦 礼貌待人 就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美德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 在芬兰拥有 130多年历史的玻璃场 一直以来都有一项出名的比赛 那就是吹气球大赛 不 是吹玻璃大赛 拥有130多年历史的 芬兰伊塔拉玻璃场 以生产巧夺天空的玻璃器皿 闻名于世 自从1984年起 镇上每两年 就会举办一次吹玻璃比赛 比赛分三个项目 参赛选手要在六分钟之内 依次挑战吹一个盘子 一个圆柱体和一个球 目标当然是吹得越长越大越好 大多数的参赛选手 都是镇上玻璃场的员工 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 其他国家选手远道而来 一世伸手 虽然贝林经验丰富 但她也在比赛中发现 伊塔拉所用的玻璃质地 和吹玻璃的模具 都和荷兰有很大的不同 综合三项比赛成绩 最终今年比赛的桂冠 由伊塔拉玻璃厂的员工 来自匈牙利的乌伊弗鲁西获得 玻璃厂厂授予冠军 一套伊塔拉玻璃器皿的纪念品 以及一个玻璃奖杯 厂长希望能够通过比赛 展现吹玻璃 这项古老手工艺的魅力 以及艺人不断挑战极限的精神 看比赛选手吹着玻璃 不禁让人想起中国的一项街头工艺 吹唐仁 软软的唐膝 艺人灵巧的技术 不知道成为多少孩子 童年时甜蜜的回忆 不管是吹玻璃还是吹唐仁 希望承载了美好回忆的文化 能够被时间好好保留 看完了吹玻璃大赛 最近香港又迎来了飞行大赛 虽然这里不是飞机比赛 是将不同的模具放飞到天空 因此在香港就看到了 具有香港特色的菠萝包 会飞的可不只有飞机 就连汉堡包 菠萝包都一一飞冲天 摔个四脚朝天也不亦乐乎 这就是日前在香港举行的飞行大赛 参赛队伍驾驶自己设计 制作的飞行器 从跳台上飞入水中 评委就从飞行的距离 设备的设计和表演等方面打分 参赛队伍的造型各异 游戏中的Flappy Bird 香港特色的菠萝油面包 豆豉淋浴罐头 都在比赛中看谁飞得更远更久 还有队伍模仿梁柱画碟的故事 把梁山博的木推进水里 寓意画碟高飞 真是创意不设限啊 最专业的要素这支超级玛丽队伍 扮着音乐 超级玛丽坐在游戏机上 在小伙伴们的推动下飞进水里 引起观众一片欢呼 队员当中有工程师 设计师 其中队员方武杰在上次比赛的时候 还向女友求婚成功 今年在参赛就是一家三口全出动了 他落个台的时候 我就在那迎接他 就向他求婚 那今天就四年后了 我就生了个女儿了 那我们继续参加了 那嘉嘉都有帮我手的 比赛又叫鸟人飞行大赛 第一次是1992年在奥地利举行的 至今已经在超过44个国家举行 今年的大赛一共有43只队伍入围 当然在这里祝所有的参赛选手 有好的成绩 那好了说到这本期的英文大金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在节目的最后呢 轻松一下一段狗狗们的视频 要送给大家了 感谢您收看 下期再会 这是即ывать ak曼声 motion summer 对 请 Met 面 什么 知道了还没有 母带 I'm going to ea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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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to eat you